歡迎繼續收看2012年暴雪國家杯前八強賽事 而且是山蛇杯的第二場內戰了 馬上讓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二場的內戰對戰組合到底是如何呢 好 我們的鋼鐵杯現在是來到了第二輪的內戰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輪的對戰組合是WINS要對上奶龍 現在是人權對決了 那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他們兩位首先分掉的地圖是歐哈娜和船廠就是WINS的選擇 那奶龍這邊呢他所分掉的地圖是破曉以及祭壇 所以之後他們等一下第一張要使用的地圖是斷葬之谷 也是蘇貝老師最喜歡的一張地圖 首先我們看到地圖上面現在是紅色的神族WINS 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斷葬之谷的 七點鐘方向 是 好 紅色的神族是WINS 接下來要看到藍色的人類 藍色的人類奶龍它在我們地圖上面的一點鐘方向 是的 最近蘇貝老師好像成名於棒球遊戲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打棒球的心得嗎 我個人是最近是非常非常因為大家都在玩啦 就稍微玩一下 其實我也沒有很沉迷啦 小心喔 對 你朋友一旦變心了就再也回不來囉 對 那是打全雷打 對啊 欸 好熟喔果然是熱愛棒球的孩子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戰況裡面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簡單的封門 這邊奶龍呢是派出的第一支太空工程車 來到斜坡上面蓋下的第一個補給站 好 等150塊錢嗎 雙腳 要蓋下了兵銀 也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蓋啦 你可以繼續揮棒 不用管我 對 說不定我可以放瓦斯場 喔 了解 放個瓦斯場 放個瓦斯場也不錯齁 對 因為其實奶龍在對Apple的時候 就有採用了一個先握瓦斯後兵銀的一個戰術 是 不過在對WINS的時候或許 應該我在想 培練不是WINS就是揮 所以他可能對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戰術 可能成效會稍微低一些 對 不過現在也放了瓦斯場 就像WINS嘗試對大師中4BG成效很差 對 這成效就稍微差了 超級差 那這邊的話就看 現在這邊 好 雙兵銀 雙兵銀的一個錢壓瓦斯場也已經完成了 嗯 那等一下其中一個兵銀就可以看 要不要先掛上這個科技實驗室 對 現在來看一下 先出一隻機槍兵喔 那等一下掛的應該會是反應爐 好 今天的開局其實還不算有什麼特別之處啦 像人類兩個兵營的開局啊 那先出這裡呢也是很一般的流程 對 錢夠了 就先蓋這個機械控制很新 然後接下來先出了狂戰士 都是很正常的流程 對 機槍兵把對方的工兵趕走了喔 所以其實這邊WINS並不知道 奶龍是採用一個二兵營的開局 對 二兵營的開局 如果你沒有偵查到的話 你如果單兵營開架二礦就要小心點喔 等一下來看一下 哇 這邊兩個掛的都是反應爐 對 一個科技實驗室 一個科技實驗室跟一個反應爐 對 那這邊畫的是一個正常的一個開 那現在其實只要看WINS這邊 目前二瓦沒下喔 所以這應該會是一個單兵營開礦 是 有了科技實驗室之後可以開始生產一些碰碰 他選擇第一個要升級的科技是震撼彈 初期的時候機槍兵 把六二者會帶著機槍兵做的潛壓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邊少量的兵力開下了二礦 好 那這邊的話開局要小心了 那現在開到掠奪了 好 看到掠奪 心裡都了解了 對 都知道了 已經知道對方的一個開局了 那家裡面的一個防守就變得很關鍵了 現在應該是 那時候應該藏一下掠奪的 等一下就可以殺他 他可能不一定來得及藏 而且他如果第一時間要做一個進攻 這其實算是 因為他剛剛的偵查可能是已經 已經看穿就是對方一定會選擇 一定是一個二礦開局 所以這邊有趕時間的一個潛壓 那現在直接來後面有帶一隻工兵 好 只有一隻工兵那表示 還好 對 還好 因為碉堡不一定蓋得起來 壓力不太大 但是 只有掠奪和機槍就已經夠了 一狂一追有點累 就飽了 現在這邊來看一下 上來 這個工兵 看一下看一下 好 下來 要不要放碉堡呢 沒有 那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空間之門 正在趕時間 但是還沒有完成 必須要刷第一輪的兵 才有可能下來 而且重點是 下面那個珠寶可能要取消了 這個應該是要取消了 你要把這個400塊給送掉啊 初期送400虧很大 對 取消了 有取消了 有取消了 雖然我們剛剛可愛的OB 竟然最後給我拉走 不過有取消 好 不要打 安打就遷入OB 對 不行 我剛剛沒有打 安打才遷入的 好 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看到後續呢 乃龍家裡是 還是有在補兵 但是也開始進去的補風進 太光工程車 對 上去看了一下 確定現在已經對方是三兵以後 這個兵量是三兵的量 所以家裡面是往後退啊 即將命留下來 紀律性做得不錯 那家裡面轉坦克 這是一個 2BB前壓完之後 轉極限一波啊 正常來講 二兵贏 壓完之後會開礦 開礦 然後他是 2BB 2BB轉 坦克還會再來壓制 對 那這一個 這個進攻我覺得 好像Manner現在 岩藻雲才能入光 乃龍長大了 對 乃龍最近的打法 已經還蠻偏像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對 但是這個 哇 這些的 這些不可以來換掉 剩下最後的上兵 喔 沒有立場了 狂刃是換掉 其實接下來 只有追劣的組合 要扛下一波很難喔 而且這表示這個主堂 又要被取消 又要取消 哇 追劣 如果再次被取消的話 現在血育組可能做 製作 我們要把他打 好 好 這甩槍做我們 可以 持續的甩槍這邊 單鐵應該是要換掉 換掉掠奪 換掉追劣 還能不能換 追劣在追劣 追劣在追劣 所以你被打 結果還是在這邊打 他一定要把他打掉 因為你打掉那隻 他對就沒輸出 不然他能量一下就回馬 那現在這邊的話 WINS直接要做反推 在前線已經傳兵了 但是他傳這些兵沒有用 因為對方先來自己家 哇這個 糟糕了 因為WINS成了一個前置水晶 他已經是在乃龍的這個三礦附近 對 WINS這樣的話 這些兵力應該會選擇要去 會不會選擇直接打對手家 不會 他選擇把不隊友回拉了 是 這邊選擇要做一個包夾嗎 那家裡面傳兵可能 好 再過一秒鐘 坦克之下好正式完成了 對 WINS家裡面現在已經來到士兵營了 因為他的第二個主堡 他決定不下了 對 他決定要跟你打單礦一波 兩邊可能都會是一個單礦的打法 坦克現在在士二礦斜坡口下面 對 這個包夾很漂亮喔 這個包夾非常非常漂亮 那看一下乃龍 戰鬥要進沒好 而且我們的盾牌也還沒好 坦克轟轟轟 坦克轟 多轟幾下但是 人賺多少就賺多少了 因為應該是回不去了 對 現在這邊的話 可能把一些 打官司換掉 再插一下 插一下 好 那現在直接做一個反推 那現在換成乃龍 這邊放下二礦 好 這邊其實坦克支架已經完成了 其實在那邊要防守並不難 剛剛看那個部隊量 我覺得應該多少也會感覺 對方比較不像是要開二礦 那選擇往後 但不要忘記喔 這個威斯的前置水晶 目前還是沒有抓到 他是在我們地圖的12點鐘的方向 對 所以還是可以持續傳兵 所以如果沒有刁寶 你要防守並不容易 現在放下兩個主堡 奶龍很趕啊 但是很趕 但是活不活得下來 因為門口沒下碉堡啊 這個很趕 是真的很趕 但是 家裡面傳 家目前只有一台坦克 對 但是這個追劣數量並不夠 那現在來看一下 這一個活動 有兩台坦克 像門神一樣 在我們斜坡上 對 那現在一台坦克已經被點掉 另外一台坦克被 哇坦克被哨兵吸死 這會有點死不瞑目喔 那現在來看一下 哇 這個工兵拉出來可以守 知道對方有部隊量 趕快下碉堡了 我覺得WINS這邊沒有 後續沒有再補追劣嗎 這個 純狂戰和哨兵的主持 因為他轉兵了 對 轉出黑暗聖殿喔 那這邊 但是現在奶龍家裡是三主堡喔 其實三主堡 如果 對 其實三主堡其實不太 不太怕黑暗聖男武士 因為只要我們第一時間 就是有發現 甚至被砍了 只要那時候我們有一把能量 先把它掃掉之後 後續有在除了 所以他是怕他那個 引刀是先進去 然後四散各地 一開始都不動聲色 但是其實也沒關係 就算這樣的話 因為我們有三個主堡 除非是運氣不好 除非你就是太愛錢了 瘋狂的丟 而且是剛好丟完 有時候這種 有時候我們在講齁 戲稱就是出引刀的 在這裡呢 為我們示範了坦克威能射程 你看 坦克風 真的是我們人類偉大的兵器 偉大的法 那現在來看要開三礦 威斯這邊還是不開礦了 這應該是知道開礦力是太大 這個感覺 奶龍這一場的戰術是 算是整體來講 幾乎是整個套路 已經算是完全壓制到位置 兩次開礦被打掉 然後威斯這邊接近 然後修衝一波 然後奶龍這邊守住 現在 接下來我們看到 引刀是已經 直奔人類的家中了 對現在 奶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 這個部隊的移動有 有看到 不過能量不夠 但是也沒關係 再給你一下 再給你一下 能量馬上就好 不過現在 部隊正面同時來 好 這一個進攻不錯 一個 黑暗陣場武士打亂你的陣型 正面部隊同時進攻 這個掃描 我們看到 黑暗陣場武士還有沒有活的 還剩兩隻 是 這邊這一波的壓制很給力喔 算是有點 打亂了 對方的陣型 這個進攻 還有兩隻 有沒有看到沒有 應該有吧 有三個主堡 他應該很愛錢 有還有有能量 其實有能量 但是他很想說 這些部隊要不足以 所以他把能量拿出 就礦羅嗎 不是 奶龍這邊直接 打出了GG 我們可以再等一下 我想就是跟奶龍聊聊 你怎麼 你為什麼不掃描 這麼愛錢呢 好沒有關係 重點是奶龍打出了GG 在這裡 我們要先恭喜WINS 獲得第一回合的勝利了 那還是一樣請師傅老師 跟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一開始 人類的戰術算是還蠻出奇不易 而且我們兩次成功的阻撓神主開掛 但為什麼最後這個引刀出現的時候 是這麼的關鍵 這樣可以扳回烈士 奶龍家裡面 後來原本有補兩個碉堡 結果兩個看起來 我們是進來的時候 他整個是陣型有點亂了 因為他斜坡上面 沒有做建築學讀口 對 他斜坡上面沒有做建築學讀口 所以他等於說 他就把所有的兵力 拉到斜坡上來H 來Hold住在那邊 但是正面的部隊變得沒有任何的 而且坦克是沒有任何的行主 坦克架在那邊有點孤單 表示怎麼機箱面要溜著都走了 這個時候下面部隊直接推上來 把所有的 甚至把所有的防禦公司 直接打掉 那對面說 所有的部隊趕快又擠在斜坡口 這是一個很不利的一個陣型 那一個很不利的陣型 直接就直接被Winz這邊 直接施了大部分的一個兵力 壓制上 那個地方我覺得其實那邊奶龍 整體來講是已經來到了一個優勢 已經來到了一個 我們這邊講叫做守住就贏了 但是這邊其實關鍵就是 沒守住就輸了 我覺得Winz這邊 我真的覺得要這個 單框一波真的是 Winz這邊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來到了 我覺得是達人優勢 達人級的一個地步 這樣子的一個進攻 他竟然還能 把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他竟然還能抓到 黑暗聖堂五四打破陣型 部隊往上推 這一個我覺得這一個想法 算是非常非常不錯 所以現在可以給他一個新的封號 叫做神竹一波打人嗎 這一波 這真的是 我覺得這一個的一波 其實尤其是 一波當我們其實 我的朋友常常會講 有些選手很善一波 但是當他一波被擋住之後 他後面就 完了我該怎麼辦 沒招了 對我該怎麼辦就沒招了 但是Winz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他其實是 前面有做進攻 打不下來 後續之後 還是繼續一波 但是他其實有做一個轉換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會覺得有點 算是這個 其實後續的一個 算是打智商機 算是打得還不錯 是 對所以這邊的話 算是成功把奶龍打下來 那這邊其實奶龍 是有點可惜 好 所以接下來馬上 就要進入我們第二回合了 第二回合所使用的地圖是 雲之國度 那兩位選手